接下来镜头将带你来到草屯镇的富辽社区 社区在江林立理事长用心经营之下 社区的活动五花八门 老师带着长辈们动手做福袋 印证了活到老学到老的最佳写照 归在草屯镇富辽社区的活动中心 在协会理事长江林立的用心经营 及社区居民的临时共事 社团活动可是五花八门 奖辈们也认识不疲 今日所学的是自己动手做 环保又有喜气的福袋 这就不能做到 理事长用心我们就认识认识听 就没了时间 有时间用一个头闹 过年搞要用宅心来 交宅进步 大家欢喜快乐 刚才在家里 吃开心 吃开心 你怎么还要这样 我还要你 我还要回来 我还要回来 小专政护材责导社区协会理事长江林立表示 平常长辈们比较少接触 这类动脑又手做的 指着福袋 希望大家有不一样的学习空间 挤去微信 因为今天我们是集中用餐第一次 然后这是配合社会处的关怀据点活动 然后因为我们的集中用餐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建筑的活动 所以今天又加上过年快到了 那我是希望给这些长辈一点惊喜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动手 做自己想要的福袋 那财神也在过年期间是代表一个喜气 代表招财的意思 那给这些长辈给他们一点福气 然后让他们这几年的过年 今年的年能够过得很好 这就是说我们过年到要做一个财神仪 这是讨个喜气 这样啊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不错了 老后的人来学习也不错了 对啊真的很好 对于这样的活动 此时居民也非常肯定 协会的用心安排 让大家学习不同的手工艺 一方面激荡脑力 兼具趣味性 也能整进能计互动关系 对啊是 还勝转给一较哪儿